我們談關於咖啡 為什麼有些人說咖啡 一項咖啡就是 那是咖啡在馬來西亞 COPY 我們長輩講的那些比較特別 就是覺得咖啡就是一種 很苦的東西 第一次講 好苦 其實不是講的 現在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講關於 我們先認識一下咖啡 什麼是咖啡 然後什麼是精品咖啡 如果是講咖啡 我再講 咖啡就是每個人都懂咖啡 咖啡是咖啡 要跟我們談戲 就是 什麼精品咖啡 精品 哇 這樣的字聽起來 很像很高級 這樣的波 什麼 Fashion Boy OK 所謂的精品咖啡就是 可以呈現 酸 甜 一苦 OK 這都會放好在咖啡裡面 我們先了解 基本上咖啡有分身種 Albrica Robosta 還有 Labrika 只是他們的調性方面其實沒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是講 我們講 Robosta 跟 Labrika 他們就是偏 木味啊 炭香味啊 巧克力偏重啊 焦糖啊 這種是比較detail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會特地拍一句 給你們的hashtag 然後 在我的comment那邊講 你們有什麼興趣更了解關於咖啡 因為 本地人做這個平台 沒有什麼人去做咖啡關於這個平台 每個人就講 來媽媽當叫COPIO 叫個CANBANG 叫個BUGOS 很簡單 本地人就想很簡單 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我們去 詳細去瞭解它 就明白 哦什麼是精品咖啡 首先 我們聊五節完了 有 Albrica Robosta 還有 Labrika 這基本上 我忘記講了 Albrica 跟Robosta 還有 Labrika Labrika 跟Robosta 我們剛才講的 Albrica 是比較多功能性 它有 比較flexible 它會 可以呈現更多的果酸味 它可以呈現甜味 它也可以呈現苦味 因為苦味 其實基本上 每個咖啡都會呈現苦味 它會帶苦 它有很多科學知識 那這樣我就不講這些 團嘛 科學 人生這樣都科學 還看不科學對不對 可是 之後幾句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會拍的 都是講關於咖啡有點科學 但是 希望你們喜歡 OK 然後 Arabrika 都是Starbuck 最基本的 Starbuck在用 巴西咖啡 我們也有分 基本 個人收藏咖啡 也有 編成 好像 雞瓶 也有分 好像 商用 就是Starbuck 咖啡咖啡 我們本地看得到 更商用 就是普及化 次等咖啡 就是 Robosta 我們拿來炒的 比如媽媽當 那種 哇 咖啡店 他們那種福建人 海南人的咖啡 哇 苦到你會出雜 對不對 所以不一樣 我們不像是 我們 現在金瓶咖啡 是 從台灣開始流行 世界各地都開始流行 我們不要只會 聽到 Espresso Espresso 會叫 Espresso 聽到 Latte Cappuccino 好像很高級 他們其實沒有高級 就是一個咖啡 餐奶 但是為什麽 人家好像叫到很高級 這樣就不一樣了 要學一下 新的知識 關於咖啡 那你學了 後 你朋友前面講兩句 哇 Cappuccino Latte 好像 Cappucc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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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要明白 這些東西先 他們的名稱 什麽是 單品 什麽是 多樣性 不一樣 多樣性就是 可能你可以加奶 你可以加 caramel 焦糖 像那種Starbuck 你每天去焦 喝一杯 Taka Taka 只是為了Taka 不是因為你喜歡喝咖啡 還是因為Starbuck 它賣你的branding 一杯十多二十塊 還是你很願意買 但是你根本不懂在喝什麽 你只喝一堆糖 你只喝一堆卡路里 我們現在要中三品了 我們先講什麽是單品 單品就是 我們要喝到最基礎 咖啡最原本的味道 好吃什麽 可以瘦 低熱量 低卡 可以燃燒脂肪 它雖然有咖啡 可以讓你精神 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 基本上我們講咖啡 我們也講三個 人生的 對方 態度 溫度 還有速度 這三個是很重要的因素 態度是什麽 不管是炮的人 還是喝的人 還是平常這杯咖啡 你都要看你帶著什麽樣的看法 和什麽樣的價值款去看待這杯咖啡 有些人講 一杯咖啡 兩塊 我為什麽要花 二十塊 我去喝一杯咖啡 可能有些貓死咖啡 為什麽我要花一個整百塊 去買一包咖啡 就是鬥不懂嗎 就是一堆 鬥鬥 你要我花三百塊 我手我手啊 沒有嘛 不可能 所以我們是講個人價值觀的不同 這也是可以談到 你怎麽去看待一樣東西 這是態度 是個性 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在下一個就是講 溫度 泡咖啡一定要有溫度的 什麽東西都有溫度的 有時候冷 有時候熱 忽冷忽熱 是不是 這樣追考慮一下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講 速度 咖啡充足的時候 它 我們會講流速 都可以去調節 它 咖啡的那樣的 調性 它的味道 它的風味 甜酸度 酸鹼脂 PH 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在 上次的去看 基本上我們今天就講到 醬 我們可以看到